下面看一下第三点就是可转换债券 我们看一下可转换债券定义 可转换债券的话简称为可转债 它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内 持有者有权按照约定的转换价格或转换比率 将其转换为普通股的公司债券 这是什么呢 它以前的时候发行的时候 刚升下的时候 它是一个债券 但是没过多久的话 它就可以把它转换成股票 一般情况下把它转成的是什么呢 是普通股 所以这就叫可转换债券 由债券转换为股票 那有听说股票能转债券吗 千万不行 债券转成股票是行的 因为你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可以 但是反过来股票转成债券 那这是绝对不行的 民股实债这种东西反过来转是不行的 第二点看一下 可转换债券 是一种混合债券 它既包含了普通债券的特征 比如说有面值啊 有期限呢 有利率啊 也包含了什么呢 权益债券特征 还具有相当于标的股票的衍生特征 为什么有衍生特征呢 那如果股票价格好 你转成股票就转了 那如果股票价格特别低的时候 你转吧 比如说100元面值的可转债 那一面值可能转成四股 那转完之后的话 转换价格是25块钱吧 那如果你的股票价格是什么呢 40块钱 你转成股票是不是有有利可图啊 那如果股票价格才10块钱 你还不如老老实实拿你的债券呢吧 所以这是有衍生性 它其实可转换债券的话 相当于在债券当中 嵌入了一个看涨期权条款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嵌入一个看涨期权条款而已啊 这是两种的啊 那下面看一下特征 第一点就是 可转债券含有转股权的素数债券 持有人可以转也可以不转 第二点就是 它有双重选择权 对于投资者来说 拥有转股权 可自行选择是否转 转股有利的话 你准转股不利的话 你就老老实实拿着诈券 多少还有点利息 对发行人来说 拥有提前赎回权利 什么叫赎回呀 我先把它卖给你 然后我再买回来叫赎回 这不就是典当吗 你去典当行说典当 典当了一块预配 然后的话到期的话 你再把它赎回来 这就是一个赎回的问题啊 如果股票的价格太好了涨了 这个时候有可能涉及赎回 比如说仍然是刚才这个例子啊 100元面值的债券 转换价格是25块钱 但是假设你的股票价格 从来就没有低于过60块钱 那你说 一旦人家行使转换钱 相当于25块钱买了60块钱股票 对一个发行的公司来说 是不是就亏了 它有可能就赎回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赎回的权利位置 那下面看一下金美要素 第一个标的股票 你到底转成什么股票 就是标的股票 第二就是票面利率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债券 有面值有利率 第三就是转换期限啊 可转换债券期限是最短是一年 最长是六年 自发行结束之起 六个月之后 才能转换股票 为什么六个月之后呢 你想想啊 你这个东西如果发行完可转战之后 立马就能转成股票 那你干嘛不直接发行新股啊 你非这是干啥啊 多少还得有点时间限制吧 第四个就是什么呢 转换价格 是可转换债券 转成每股股票所支付的价格 用公式表示就是什么呢 可转换债券面值除以转换比例 刚才例子还记着吧 面值100 一份能换来四股 那一股不就值25块钱吗 因为债券是有面值的啊 按这个转换 那之后是转换比例 每张可转债券能够转成几个股数 用公式表示就是什么呢 面值除以价格 也很简单吧 比如说某可转换债券面值是500元 规定其转换价格是25元 那转换比例你除不就行了吗 是什么呢 一面值能转换成25块 一面值能转换成25块 他俩一乘的话不就是面值吧 转换价格乘以转换比例 不就等于它面值吧 好 下面看一下赎亏条款 发行企业有权在约定条件出发时 按事先约定的价格赎回它的规定 因为什么时候股票涨得太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发行企业是不是就亏了 亏了之后就试一段一个赎亏 好 下面一个就是回收条款啊 指的是持有人有权在约定的条件下 按照事先约定价格将它卖给发行企业 回收吧 怎么叫回收呢 这个债券是企业卖给持有者的 持有者在卖回企业 为什么涉及到回收呢 那一定是股票价格太低 这个时候持有人损失严重 有可能按照规定价格卖回给他吧 刚才那个例子再举一遍 100元面值的转换价格是25块钱 结果您的股票从来没有高于10块钱 那你说持有人是不是哭死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可转换债券的票面利率是低的 那你看一下人家拿了这么低的利率 根本就没有转换的可能性了 那所以的话既然是吃亏了 有可能就卖回给持有人啊 下面看一下可转换债券的价值 做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这块的计算是比较复杂 讲的话还涉及到什么呢 债券内章的内容 第八章内容啊 有些内容在第八章是讲的 在这块的话略过就行了 第一看一下可转换债券价值是什么呢 纯粹债券价值 加上转换权价值 纯粹债券价值就来应于利息收入 它的计算方式和第八章债券价值这块 是要讲的 下面一个就是转换权价值 指的是立即转换成股票债券的价值 那转换价值大小 趋势普通股价格高低而定 这很简单吧 如果普通股价格非常低 你甚至都不会转 还不如持有债券来 当股价很低时 可转债的价值 主要体现了固定收入一类证券属性 怎么个属性呢 固定收入一类证券属性的话 就是有面值 有利率 到期还本 如果股价很低 你根本不会转 然后的话 你就当成这个债券来持有就完了 多少还有点力气 还能拿回本金 当股价很高时 主要起属于转换价值 所决定 如果股价很高的时候 你就不会持有债券了吧 你就会把它转回股票了吧 下面看一下这条题 什么指的是 什么是指可转和债券持有者 有权在约定条件出发时 按照事前约定价格 将可转债卖回给企业呢 企业买回去是 什么呢 赎回 这是企业买 那回收是谁呢 持有人卖 一定要记住啊 他说的是很清晰 赎回你要理解不了 你想想点档 点档赎档 那回收呢 回收是什么 企业先卖给你 然后你再卖给企业 所以是回收给他 答案是递选项 好 下面看一下这道题 可整合债券的特点不包括什么 只有相当于标的股票 演员到这 有吗 他其实在债券当中 嵌入了一个看涨期权 条款 证券 那没有权的证券特征 有权的证券特征啊 转完了人家就是股票了 还有转股权的特殊债券 证券 有双重选择权 企业有什么权呢 出货权 谁有人呢 回收权啊 答案的话是必选项 那下面看一下啊 通过这一道题 把价值就能理解了啊 纯粹债券价值 来券与债券的利息收入 正确吧 正确啊 它就是一个债券价值的计算 看下币 可转换债券的价值 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债券 加上一个有价值的看涨期权 是吗 就是啊 就是啊 因为债券本身上面是有利息的 债券上面是有价值的 然后你附加了一个看涨期权条款之后 它加在一起 就是可转换债券的价值 这个债这个债券 为什么有一个额外价值的 因为它有一个看涨期权 看涨期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那C选项 如果普通股的价格远低于转换价格 那则转换价值就很低 正确吧 太低的话你都不会转的呗 一选项当股价很高时 可转换债券价值 主要体现为固定收益 当股价很低的时候 你几乎不会转换 它才体现为固定收益 当如果它很高的时候 体现为转换价值啊 因为一旦有利可读的时候 你一定是占便宜 一定是转换 不可能持有债券啊 答案的话就是递选项 那下面看一下 第四个权类证券是权证 权证这一块的 整个一个特点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里是减要记忆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问题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在期权那一块去讲 这一块的话 内容减要带过一下就行了 因为主要内容完全可以在期权那一块进行展开 那权证指的是 标的证券发行人 过期以外的第三人 发行的约定在规定期限内 或特定到期日 石油人有权按约定价格 向发行购买或出售标的证券 或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价差的有价证券 也就是说权证的话是什么呢 它同样是一个有价证券 这个有价证券的话 赋予了购买方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是什么呢 到期的时候按约定价格 购买或出售证券 如果你死活不想实物交割 你现金结算也可以 所以权证权证吧 就是一个赋予购买人买卖或结算现金差额的权利的证券 这就是一个权证 它其实就是一个期权 那下面看一下分类啊 按照标的资产分类 也就是你到底买卖什么样的证券 可以分为股权利证券 那股权利证券很简单 就是到期的时候你是买卖股权的 债权利是到期买卖债权和其他 我国曾经推出过股权利 所以我们以下内容针对的都是股权 下面第二个分类 按照基础资产的来源分类 可以分为认股权证和背对权证 什么是认股权证呢 这才是一个重点啊 它考察的话在这点考 因为其他内容完全可以在期权内容考 认股权证是股份公司发行的 行权时上市公司增发新股 预认股权证持有债 所以一旦你将来行权之后 比如说我要行使任股权证 按照约定价格购买来行股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股份公司必须增发行股 所以一旦是任股权证行权之后 它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少 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数量的啊 那第二点就是背对权证 它是由投行发行的 行权是背对权证的持有人 认对的是市场上已经流通的 也就是说它是二级市场的股票 而非增发 那一旦行权之后 上市公司股份不变 不涉及到一个新发股票的问题 只是一个二级市场的一个转让 所以叫做背对权证 好第三个就是 按照持有人权利的性质 可以分为认购权证和认股权证 这其实就是看涨和看跌期权吧 那这块的话 认购权证类似于看涨期权 行权时 其持有人可按照约定价格 购买约定数量的标资产 看涨什么 后面会讲 那认股权证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看跌期权 看涨看跌期权 我们在下面章节还会详细讲 好下面看一下时间 美式的 欧式的 百姆大的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欧式的 欧式的话 只有在行权的当天行权 其他的时间是不能行权 比较死吧 权利比较少 那美式的话 在之前的交易日都可以行权 那百姆大式的呢 在之前的特定时间可以行权 这块的话什么呢 和期权这块也类似 他的时间按时间型分类的话 期权这块也会详细讲啊 这就是按照时间的 美式的 欧式的 百姆大式的啊 好下面看一下权证的基本要素 第一个就是权证类别 那你到底是认够权证呢 还是认估权证 必要资产到底是什么 股票债券什么 存续时间也就是有效期 因为权证要注意 它跟股票不一样 股票是长期有效 权证过了这个行权时间 它就是废纸 就无效了啊 然后看一下行权的价格 也就是以什么样价格买入或卖出 标的股票 结算方式 你可以买卖证券 进行证券的给付 如果你不想卖的话 或者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 证券交割 你可以干嘛呢 现金结算 之后的话就是一个行权比例啊 好下面看一下权证价值 当任股权证行权时 标的股票的市场价格 一般高于行权的价格 那这个时候 任股权证在其诡券期内 具有价值 任股权证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 内在价值和实际价值 一份任股权证的价值等于其内的价值和实际价值之和 这块的话 一般性了解决 因为在期权那块还会详细讲 什么是内在价值 什么是实际价值啊 那这块的话主要是它因为分类为 因为很多内容其实是期权的部分 好下面看一下题 下列不属于权证的结算方式是什么啊 什么结算方式 现金的差价的结算 或者是证券的几副 权证持有人到期买入或卖出标的证券 这是证券的一个几副问题 到期结算现金的差额 权证持有人放弃行权 证券吗 证券啊 因为权证嘛 赋予购买人一项权利 你可以行权 你可以不行权 但是要注意啊 持有人是可以放弃权利的 那你卖出方 你是不能够放弃自己义务 因为你卖出方的话 到期是有义务的 权利可以放弃 义务是不能放弃的啊 所以D选项是错的 当然是D啊 那下面看题 按行权事件份内 谁可以在权证失效日之前的任意交易日行权呢 那要至于啊 欧市只能在什么呢 交易日当天 那百目大的话是在特定的交易日 然后呢 美市权证可以在任意的交易日啊 那背对权证什么呢 一旦行权的话是在二级市场的股票进行一个交割 它跟水论进行对比啊 是认购权证和背对权证啊 这是他俩的对比 而不是在这个分类啊 答案是C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五点是什么呢 权利证券的风险和收益问题啊 那权利的证券价值会同时受到系统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影响 那比如说 你如这是什么轴啊 这是证券的风险轴 这是什么轴啊 这是证券组合的数量轴 随着你增加了证券组合的数量 你发现总体风险是不断降低的 但是降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突然发现降不下去了 能够降低的风险就是非系统风险 它是能够分散的 分散投资能够降低非系统风险 但是系统性风险是没有办法分散 没有办法降低的啊 你只能通过其他方式给它对冲啊 这就是一个系统性啊 非系统性系统性风险也叫做市场风险啊 在我们整本教材当中有两个市场风险 一个市场风险是价格不利变成的风险 另一个市场风险就是系统性风险 懂了吧 那这里边的系统性风险指的是 经济环境变化 引起整个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加强 其冲击属于全面性 一来的话大家一个都跑不了 那你说你咋分散吧 都受影响是没法分散的啊 那什么情况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呢 比如说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增长转换为中低速了 那这个时候很多企业的矛盾就爆发了吧 原来的管理粗犯啊 法律是淡薄啊 对员工什么呢啊 过分压榨什么996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各种情况下都爆发出来吧 经济增长会把你高速实施的矛盾全掩盖着 全给显示出来 还有一个什么利率 美联储加息减息不仅影响美国 还影响全世界 还有什么呢 汇率和物价啊 比如说人民币前段时间有一个贬值压力 影响也很大啊 以及政治因素的干扰问题 这些东西一旦发生 它的影响都是全面性的 那既然大家都受影响 没有办法分散啊 那非系统性的呢 是由公司的特定经营环境 或特定事件变化引起不确定加强 只能影响单个公司 或者是知识多的话 也就是单个行业 它只对是个别证欠影响 是公司特定风险 那主要包括财务风险 经营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啊 那这块考察怎么考你啊 它有可能考你 系统性风险因素是什么 非系统性因素是什么啊 你稍作了解就能打出来啊 不难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什么是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又叫做违约风险 指的是 且在复期日或负债到期日 无法以现金方式支付利息 或偿还本金风险 严重值可能导致企业破产 你很简单吧 我欠债了 我还不起钱 这就是什么呢 财务风险影响很大吧 经营风险指的是 公司在经过当中 由于产业景气状况 公司管理能力 项目等个体因素 使得企业的销售额 或成本显得不稳定 引起稀释前利润 大幅变动可能性 经营风险也是个别的吧 比如说 陪伴我们青春的诺基亚 已经倒闭了 但是苹果跟华为 活得好好的 你看一下 只是个别的行业 企业倒了吧 行业没事吧 个别公司经营不上 倒了就倒了 但是整个系统没事吧 经营风险是一个什么呢 非系统的啊 第三就是 流动性风险指的是 投资者在买入资产后 届时无法按照公平市价 进行成交的可能性 这就是流动性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股票 然后我卖不出去 或者我只能割中卖出去 这都叫做没有流动性啊 因为流动性必须是什么呢 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价格 如果你亏本太多卖出去 也不叫流动性啊 这就是流动性风险 好 下面看一下 权力证券的收益问题 权力证券收益有两部分啊 这是它的收益 这是它的风险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证券 什么呢 它的风险是零 但是收益却不零 这就要叫做无风险收益 比如说各种的长期国债啊 中长期国债 它的收益就是一个典型的无风险收益 持有国债的话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但是它的收益却不为零 那你看一下啊 你持有的是全一类证券 你是承担风险的 你承担什么风险啊 你承担了系统性风险 和非系统性风险吧 既然你额外承担了风险 所以你额外有一个风险溢架 这是什么呢 无风险收益 这是风险溢架 你既然承担了额外的风险 你就得到了额外的风险溢架 因此 对于承担风险的权益证券而言 它的收益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无风险收益 一部分是风险溢架 好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风险溢架啊 风险溢架是风险厌务的投资者 购买风险资产 而向他们提供一种额外的期望收益率 也就是说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 有两部分构成 包括无风险的收益率和风险溢架 很简单吧 你既然额外承担了一部分风险 所以我额外给你一部分收益 这就是一个风险溢架的问题 很多人毕业之后 说了我去大公司还是去小公司 去小公司万一这个小公司上市 我得到很大的回报吧 去大公司的话 虽然公司高点 但是这个股权各方面也没我的吧 上市也分不到钱吧 这就是考虑一个什么东西 小公司虽然风险大 但一旦上市之后 你的收益是不是也大呀 它会多少给你分点股份吧 很多人抱着这个目的 去了小公司 然后把自己坑惨了 最好还不要去 还是去大公司灌一圈 有本事自己创业 而没有必要加入人家的创业公司 第二点就是 无风险资产收益率 也就是说无风险利率 指的是将资金投向于某一项 没有任何风险投资项而获得收益率 这是一个什么呢 基准的帮助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无风险收益率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中长期国债的收益率 来测算无风险收益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国债的风险特别少 几乎是零 但是国债是有收益的 所以这就是无风险要预 那如果是风险较高的权利证券 风险较高的公司 对应着一个较高的风险价 其期望收益率一般也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很多创业的小公司留不住人呢 你风险那么大 老板格局再不高 再不关怀员工 再不给人家送股份 人家谁给你干 下面看一下题 下来关于权利证券的系统风险的论述 正确的是什么 系统风险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非系统性风险 要记住 系统风险不包括汇率风险 汇率是系统性的 汇率是系统性 比如说中国一旦出现人民币下限 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都超过中国的境内了 系统风险是市场风险 正确 系统风险是不能分散的 看一下 能够分散的是非系统性 不能分散的是系统性 记住这个图就行了 答案是C 下面看一下题 下来不属于系统性风险的是什么 对全局产生影响的是系统性的 经济增长属于吧 中国现在经济 还在增长 比其他国家都高 但是很多企业都过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很多企业在高速增长之下 犯了太多问题 在经济增速稍微一下行就受不了了 所以经济危机本身有它自己性质 淘汰掉一些不好的企业 下面一个什么呢 流动性的话 你要注意 它是非系统性的 不是所有的证券都卖不出去 错了 政治因素是系统性的 利率汇率和物价波动是系统性的 答案的话是B选项 下面看一下第六点 影响公司发行在外股本的行为 什么样的行为影响了发行在外股本呢 很简单啊 你的所有的权益如果增加了 你相应对应的对外的一个权利的数据证明 也得增加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就是IPO 那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指的是 你上市公司首次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上市 IPO全称什么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公开上市 因为我们股票的话 涉及到一级的发行市场 二级的交易市场 那我们发行可以非公开发行 也可以公开发行 交易可以非公开交易 也可以公开交易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你公开发行是要在交易所 你公开交易也得在交易所 所以这涉及到一个IPO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 你只要首次公开发行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在交易所公开交易 成为上市公司 IPO的好处有利于筹集资金 有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 而且有利于提高什么呢 它的流用性啊 因为上市交易之后的话 很多人都经常交易 肯定是容易买容易卖啊 那下面看一下第二就是再融资 已经上市的公司 还可以再次发行新股吗 可以 再融资的方式 可以向原有股东配售股票 比如说你找原有股东说了 由于生产扩大了 您再给我点钱吧 总共要一个亿 你们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给我 这就是配股 找原有股东接着要钱 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这个发行新股呗 然后可以发行可转债券 因为可转换债券 有可能人家转换之后 就变成股票 之后就是非公开 非公开发行的话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定向增长 不能超过十个人 通常情况下 在融资发行股票 会使流通股份数增加5%到20% 那如果原来股东没有增购股票的话 他的股权有可能就被吸食了 因为他没有去购买新的 那下面一个就是回购 回购是什么呢 上市公司利用现金 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 发行在外股票行为 一旦股票回购了 就相当于简直了 所以公司法对回购的行为 是严格限制 但这没假 是在科目三有假 那这里面告诉你什么呢 回购方式 在场内 在交易所公开通过他的交易系统 向市场回购 或者是在交易所以外 找几个股东签协议回购 或者是什么呢 发个邀约回购 这都可以啊 那下面看一下 股票拆分和分配股票股利 什么叫股票拆分呢 股票拆分又叫做股票拆戏 将一股面值较大的股票 拆成几股面值较小的股票 听起来很高的上吧 一点不高的上 比如说你现在 有一个100元面值的人币 你把它换成10个10块钱的 那你说你不还是有100块钱吗 只不过变成10张了而已吧 这就是一个拆分问题 其实就是你换钱 找钱的意思啊 股票拆分 对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东权益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它就是把它 总数没变嘛 就是股票数量发生变化了 一般只会使 发行在外的股份总数增加 每股的面值降低 比如说10块钱拆成两了 10块钱面值拆成两 那不就变成两股块钱的吗 并由此引发 每股收益和每股市场下降 而股东的持股比例 和权益总额 以及各项权益额都保持不变 为什么呢 大家同比例增加 那是不是都不变啊 所以它只是发行在外的股份数量 发生变化了 但是要注意啊 对二级市场是有影响的 因为一旦你股票拆分完之后 比如说原来你是10块钱的股票 你拆成两五块钱的 然后的话原来你的股票价格是30块钱 那同样的话你是不是就降到了15块钱啊 人家一看原来30块钱股票现在15块钱了 有可能在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会上升啊 这个要注意就好 它对你什么呢 对你账面的权利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影响什么呢 影响你的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啊 好下面看一下第二点就是分配股票股利 分配股票股利是股票分红的一种方式 指的是上市公司将留存收益以股票形式支付给股东 又叫做送股 分红是另外一种的现金股利 什么意思呢 一旦赚钱了 提足了法定营业供给 提足了任意营业供给 剩下就得分了吧 你如果要是特别实情眼 你分现金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呢 你如果你要是实情眼的话分现金 第一个先给你争20%个人所得税 争完之后的话 你到手的话才80% 那如果聪明地儿的呢 我不分给你现金 比如说这个一亿的 这个东西 我给你分了什么呢 分股票 如果是通过股票股利分你 比如说实股 给你什么分一股 假设你手上的话有1万股 那给你多付了1000股吧 你把这个多的1000股卖出去 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是没有资本利得税的 你卖完之后的话现金还给你了 但是国家没有收税啊 所以好处就是什么呢 分配股票股利 公司是没有对外支付现金的 而且你拿的完之后 也可以起到一个必须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分配股票 股利 股庸也愿意要的原因啊 比如说 某公司现有股本是1000万股 每股面值是10元 资本公积2亿元 留存收益7亿元 股票上价格是30元 按10股送10股发放股票股利 换照1比2进行拆分 对它到底有什么影响啊 具体我们得看一下啊 那原来的话什么呢 1亿因为面值的话才进入股本 1000万整个1亿 资本公积2亿元 留存收益7亿元 那如果你分配股票股利 看一下啊 分配股票股利之后 原来你面值还是这么多吧 10股送10股 2000股就送你2000股总共的 那股票数量的话 又就从1000股增加了2000股了 增加到2500股之后 它的股本不就变成2个亿了吗 股本就变成2个亿了 那这笔钱是从哪走的 分配股票股利 这笔钱要注意啊 它和 它是从留存收益走的 从留存收益的话 有7亿元 怎么突然就变成4亿元了 你算一下啊 你算一下 这个股票的话 它是给你分了多少 它是给你增加了1000万股 但是股票的市场价格是 30块钱 也就是说 这个股票的市价的话 总共是价值多少啊 价值三个亿 这三个亿 只有一个亿 是记录了股本 另外那两个亿呢 另外这两个亿 你就得记录资本公计 所以资本公计的话 是2加2 等于4亿了 那总共相当 你留存收益少多少啊 你的留存收益 就相当于少了三个亿 懂了吧 是这么买的 它是这么买的 那股东整个权益是不变的啊 那如果拆完分之后呢 拆完之后的话 那面值虽然是5块了 那数量增了一倍 结果呢 股本还是1 那其他都没有变化啊 这就是分配股票股利 和什么呢 股票拆分的一个后果 因为一旦你分配股票股利 是从这走上 是所有的权益 内部发生一个转变 从他这拿走一部分 跑到你股本一部分 跑到你资本攻击里面一部分啊 下面一个第五点就是 权政行权 发行权政的上公司 一旦发生行权 发行在外的股份数量就减少了 这是认股权政行权啊 背对权政是二级的 不会变化 之后是兼并收购 包离都会使他的股票 发生影响啊 好 下面看一下题 上任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 有什么呢 方式的话 正回购逆回购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债券市场的 包括场外协议 邀约场内的啊 正回购逆回购的是 答案的话就是A选项 那下面看一下题 下来关于股票分割书法中错的是 股票分割是什么呢 拿一个一百的换成俩五十 这就是换钱啊 股票分割又称为拆戏 拆成俩 股票分割通常适合于高价股 正确啊 比如说一个股票价格非常高 股票价格一高之后流动性一弱 就像我们房子一样 现在你想炒北上广的房子 你也炒不起啊 太高了价格 一旦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没人买了 股票价格就不会继续往上走了 那怎么办呢 我把高价股拆成十份 本来原来特别高的股票 比如说一个一股价值是三百块钱 没人买得起了 那我把它拆成十份的话 那一股的价格不就相应的变成了三十块钱了吗 大多数人都买得起了吧 拆完之后的话 很多人能买起了 导致股价上升 所以它适合于高价股啊 那一股均等的拆分成弱干股 正确啊 股票市价不变吗 要记住啊 我们教杂举的例子是什么呢 苹果啊 公司经常搞拆股啊 我上学的时候举的例子什么 是微软啊 一般情况这些业绩特别好的公司 它拆完股之后啊 比如说刚才的例子 三百块钱的 拆成十份 那市价就变成三十了 很多人一看这么好的公司啊 股票价格便宜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买金一封上了 所以一旦要涉及到股票分割之后 一般情况下 股票的市价是干嘛 是上涨的啊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数字的游戏 但是一分完之后 果然就是能让你干嘛 能上涨啊 所以D选上是错的啊 不是不变啊 当然是D 那下面看一下题 某公司原有股份数单是5000万股 决定实施分割 一分二 说法中错的是什么啊 每股面值降低了 肯定降了啊 十股比例保持不变 是吧 大家都同比例增加两倍 销完之后 比例还是一样 各项权益余额保持不变 是吗 正确 净资产增加了吗 没有新钱进来啊 没有新的资金进来 只不过把面值给分一下而已 比如说你现在手上有一百块钱 你把它换成两五十 你加起来不还是一百块钱吗 啊 只是一个什么呢 面值发生变化而已 对你总的一个净资产 没有增加 答案是D 那下面看一下 关于股票拆分和股票鼓励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不改变股东权益 没有改变啊 提高流动性 提高吗 发行在外的股份数是增加了 发行在外的股份数增加了 增加之后的话什么呢 股份数一增加之后 后果就是股东多了 互相之间交易就会多了 因为流动性是什么呢 你的盘子足够大 交易的人数足够多 你的流动性才大 那这么一来的话 是可以提高流动性 降低被收购难度吗 是提高了啊 因为什么呢 盘子大了之后 这个人数增加了 众口难调 你再想收购 很多人不愿意收购呢 提高了难度 而不是降低 向投资者传递 发展前景良好的信息 正确吧 一般情况下 只有好公司 才会分股 还有什么呢 分配股票鼓励 认为什么呢 我既然分配你股票鼓励 我就告诉你 我有好项目 我不能分你现金了 我这个好项目缺钱 我得投我的好项目去 你们忍耐一下吧 项目投完之后 有更大的分红 所以给人传递一个 你继续增长的信息 这是正确 答案的话 就是C选项 那下面看下题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股份回购 只能使用自由资金 正确 增发新股 不可以面向少数特定的 可以吧 它有一个定向增发 平常我们所说的定增 它是可以定增的 那配股的话 什么呢 像老股东要钱 老股东可以不给你 所以他可以放弃 正确 一 上市公司股票拆分 对公司资本结构 和股东权益 不会产生任何减资 这个是不会的 但是 它可能对二级市场有影响 对你的账面上的东西 是没影响的 所以他问的是错误的 答案的话 就是B身项 好 下面看一下这道单选题 下来说法中错误的是 上市公司增发之后 注册资本现在增加 那你说 你跟人家要钱了 你增发了一个亿的新股进来了 然后的话 这个一个亿的钱打到你账上去了 你会计不计账啊 你不计账的话 你怎么能说明你的钱从哪来啊 既然你账上多了一个亿的钱 你是不是就得记载 我的注册资本增加了 否则没有办法说清楚了啊 一定是增加 这就相当于一个记账的问题 看一下B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后 发行在位的总股数相应减少 对吧 你都把它买回来了 外边的东西不就少了吗 证券 配股之后 发行在位的总股数没有变化 变了吗 你配股的话 照老股东要钱 跟人家多要了两个亿 那是不是你得给你相应的两个亿的股票才行啊 所以你的股票总数是增加的啊 配股之后注册资本相应增加 那答案的话 就是非选项 请不吝点资本相应的